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父母和老人一起来带孩子,爸爸妈妈要承担起工作养家的任务,而看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老人的肩上,都说隔对亲,家里有孩子的人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吧。 在咱们小的时候,父母可能十分的严厉,可是当父母面对咱们孩子的时候,那真是拿在手上怕甩了,还在嘴里怕坏了,把孩子崇上天的老人。 是怎样的?一,其实不是隔对爱,而是真正的爱,因为上一辈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展现出来的儿女的爱,现在条件好了,他们可以更好的同爱下一代。 主要还得感谢我们的祖国,给我们带来的幸福,又活才有佳,二,别当着老人收拾孩子,也别当着外人教育孩子,这些人一获信你就完了,孩子只会更明目张胆了。 如果要动手,别光吓唬自己也别总打,打一次要让娃记住,为什么打?打之前怎么警告的你?今后你该怎么做? 三,都是别人家的爷爷奶奶,我公共听见孩子哭就烦,拉着个脸,我不说你让他看过孩子,不是志腾就是那样。 你不让他看了,你打麻将啥事就没有了。 四,因为我儿子喜欢看树运木头,然后我爸就拿小句子,把门口是子树的树枝,给看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给我儿子玩,基本上儿子在外公家想干啥干啥,楼上楼下的窜,外公外婆都会一趟,在家会被骂死。 哈哈哈哈,不,不是老人爱孙子比爱子女多,是老人以前因为工作,时间,经济上的各种原因,感觉亏欠自己的子女。 所以把这子女以前亏欠的爱,全部给下一辈了,这些老人他们活得太辛苦了。 嗯,我叫公公婆婆婆,平时我告诉你,宝宝不要一哭就抱他,哭一哭,没关系的,小孩都是哭着长大的。 宝宝哭的时候,一个比一个跑得快,还没听到哭第二声,肯定已经抱起来了。 更夸张的是,我婆婆宝宝睡觉就在边上看着,看不对劲要哭了,立马抱起来。 那速度我都没有反应过来,人家已经开始抱着哭了。 七,嗯,怪的不得了,我家女儿回家过个年,胆子打得无法无天,脏话,咋人? 我一打他全家老人全欧我一人,现在出来了,我女儿还是嘚瑟,说打电话给奶奶,一顿抱走,才两岁的孩子,不管还得了。 八,让人常常想起,言世家训,诸子家训,曾国斑家书,傅雷家书,傅雷家书等等书籍,这些人可为大家,论财力,让子孙享受祖上余音,那是绰绰有余。 但他们是那样的严格要求子女,正板桥的遗嘱,吃自己的饭,留自己的汗,自己的事情自己干,靠天靠得靠父母。 不是好汉,父母对孩子的责任,不是传授之事,传道,收业,解惑,主要是学校老实的事。 父母首要的责任,是教孩子怎样做人,怎样接人待物,对家庭和社会,应居有怎样的责任,路慢慢其咎人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队员 订阅 订阅 呃 apologized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